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台服呢除了集訓工程良田 對我們的版本的META是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那今天就要來介紹目前這個集訓工程版本的角色強度盤榜 那已經很久沒有出這個系列了 那這次因為新角色出了META改變了 所以來做一個新的一集 首先還是一樣先把雜魚角放到FW FW就是我認為完全沒辦法出場的版本的雜魚角 那如果你堅持要出我也是沒意見不過會輸而已 那池上亮二呢從第一個開始講吧 池上亮二在這個版本中我覺得因為 騰登劍師久絕了 所以呢他可以拿來克制騰登劍師 但是只限於開光之前 開光之後池上是沒辦法防守他的 所以呢我會把池上擺在T2的位置 但是要看你這個T2會搭到誰 如果你是搭到一隻集訓成真 然後再配一個主塔的話 那其實還蠻不錯的效用 因為他可以去防三點獸 代表你不會遇到吉騰 那不會遇到吉騰的話 你是屬於好打的中彩人就比較好出場 那其他的話我就比較不推薦池上亮二 我暫時把他擺在T2 那由於是這角色的籃板有特別被強化 所以他的排行順序會被我稍微往上提一點 老魚入存我會把他擺在T1 這版的力量版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一版有很多很多的福田集訟 那福田集訟好蓋的角色 基本上就只有老魚、吉魚、高砂 這三角色特別好蓋 其他他媽都真的很難蓋 就算你知道過點的話 所以我覺得老魚的順位會稍微被提高 是因為福田的關係 工程良田這把已經變成斑門遺珠了 這把在T2的位置 除非你有能量套才可以擺在T2 否則他是在T3位置的 那如果你是久絕的話 並且有能量套的話 他才會在T2的位置 工藝的話這把已經完全不能玩了 我這把對立上了 那空間鎮的阿神可以是可以玩 但是由於新特效出場率 有一些些的稍微提高 那提高只是僅供特效參考而已 就是他的使用性是不高 原因是因為空間正能大的東西 只有老仙道跟我們齊群木神1 那這角色很容易遇到一個東西 叫做齊群三點獸 那這角色因為速度慢 所以沒辦法全防三點獸的關係 所以他的出場能力會大幅下降 角田霧會被我擺在T3跟廢霧的位置 是因為高砂碼我也順便擺一下好了 高砂碼我原本會把它擺在我們的T2位置 但由於這一個版本很特別 他的用處就是拿來幹嘛 就是拿來蓋福田機招的2點虛構 為什麼擋拆角會不會全部擺在T3位置 是因為這個版本在上一次的角色改版中 改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 擋拆後的僵值時間延長 大家如果有在看比賽或是高端局的話 都會發現擋拆其實在很多高手的眼前 已經是形同虛色的就是他很容易擋不到 大家都很會繞的情況下 不是因為你難擋到 而是因為現在把擋拆的僵值時間改得很長 你只要按了擋拆鍵 之前還可以秒按擋拆秒放開 然後人物不要咬 但是在這個版本改動之後 變成你擋拆按完之後 你整個人會卡住不能動 接近快要1秒 那1秒非常的傷 你不僅不能搶難辦 然後你沒有卡到位 隊友也不會空位出手 那就算你隊友沒有空位出手被蓋了 也因為那個擋拆延遲 你會沒把他撿地板球 等於是你沒擋到就是失去球權 所以這個版本的擋拆角 廢到不行只能以卡 那以卡的話自然不會選到這兩隻角色 而且這兩隻角色的籃板也沒有到非常頂 那加上你按了擋拆 你就等於沒辦法 所以這兩隻角色會被擋在T上位 也是因為這樣 你版本的改動的關係 久絕潮騎 如果你有久絕會在T2的位置 他沒有很好守 但他還是沒什麼用 就是他有點像是 你不會打久絕潮騎的話 你會持別 一定會被紅爛 但是要看這角色 你有沒有久絕啦 有久絕的T2沒久絕的T3 內藤鐵野的火鍋 依然沒有被改回來 但籃板能力相當不錯 而且有一顆跳頭拳 還有我們地板球 那只能被擋這個位 是因為火鍋還是沒改回來 火鍋改回來再來說 那火鍋沒改回來之前 他就只能在T2的位置 老次T0不解釋 這次老次T0不是亂擺了 由於這一板有福田之亂的關係 老次是非常非常 還蓋到福田急躁的存在 如果你用急刺蓋的話 你一定會持別 這一板的急刺 反而會不會擺在T1的位置 是因為 急刺蓋福田2 超級超級難蓋 那他唯一的 本來會不會擺在這邊 不過他因為福田急躁的關係 被我稍微的擺下來 因為他蓋空畫面那麼強 那蓋老的部分也沒有那麼的強勢 再來是木木公園 一樣是空間陣 那空間陣如果達到木神移的話 會在T2 沒達到木神移的話 就會在T3 那我暫時還是把空間擺在T3 因為這個版本的空間 已經沒什麼屁用了 急刺蓋花行頭 會不會擺在T1的位置 這個是版本目前最強的中鋒 那由於是因為垃圾版 他減到就是2分的關係 那他的版 這一版本又不弱 那再加上很多角色都會進入一個得分荒 因為現在角色基本上不好甩球 相當的難甩球 那好東西甩出去也都會頂干擾 所以呢 這版急券花行的戰隊價值 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由於然後他又有九絕 然後他又可以自己得分 所以他的得分手段也有 補籃得分也有 他可以幫我們目前很難出手的 進攻手分擔壓力 是非常強大的存在 老花行基本上只能面面強大 排在T2了 當然就是一個高刷角 那因為菜真的很好用 那可能在高端局會在T3吧 畢竟他還是空間角 我是把他擺在T3了 長鷹一樣在我心中 他就是T0的存在 他真的真的很強 那這個角色的強度 真的是看個人操作的上限來決定 但他的上限值就是在T0 無庸置疑 急猴這個版本 會被我稍微擺在T1 這個版本的急猴 大家有在往會發現 他的後側投籃 再度被按改改準了 就是他的後側投籃之前很鐵 這一版的後側投籃的機制球 非常非常的穩定 而且他的上籃2點 冒真被改了 被改的比較慢 很多人會冒得比較早到 自己2點沒冒到 那其實他的2點是被改慢 他是會被全防的 但他的後側命中率被提高了 那由於大家不太會防猴子 而且命中率提高的情況下 我認為他是可以出場 而且有在 我們的巔峰賽會在一個T1的位置 老猴T0 目前版本急於很多角色 例如說急花急魚都可以打老猴 而且只要隨便掛一隻 這兩隻角色在外面掛機 甚至是急騰啊 急三在外面掛機 沒有人防得住這個陣容 因為這個陣容 目前只能拆拳 沒有任何的解法 不要跟我說老猴可以用看的 我只說看你媽啊 這角色看到 系統也不會跟你冒 這角色是完全版本獨留 完全守不住的幹角 接下來是隱仙 隱仙的會養命中依然準 但是在高端局他很難發揮 不過現在有很多 因為 擋拆陣被nerf了 所以相對的隱仙會被下放之下面一格 是因為擋拆陣對他來講已經沒有屁用了 那他的頂頭依然是準 就是因為他頂頭準 還可以擺在T2的位置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不錯的虐菜角色 老仙道空彈陣現在已經一蹶不振了 基本上已經廢掉了 我就直接把他往下放了 他沒什麼角色能搭啦 我一能大的是高野 因為高野的後車被改回來了 就是他的後車不會再有距離放不了的問題了 所以高野這版的速度會不會擺來稍微高一點 不過短板依然是籃板有點廢 急流的話基本上已經完全不能出了 這角色就算出了特效 他的命中率也沒有被改 他的問題現在比較偏向於 球能甩出去但不好甩 就算甩出去了他的命中率太低太低了 即便你久絕了他的技能有跟沒有一樣 因為他是需要去複製A招 那我就只能對A招的封蓋率增加 他並不是對所有招式的封蓋率增加 所以這角色目前的速度仍然不高 那如果後期還有改什麼東西 他突然被按改命中率 那再來談吧 荒木玉熊廢物 老流川的順位會稍微擺高一點 是因為目前我晃倒好流川風 那許多人不會開扣籃 所以很容易漏房 也可以稍微虐差一下 因為唯一的價值就是這樣 平行頭櫻木花島已經完全快要跌入神壇了 目前只在T3 難怪現在新手福利會送這支 因為這支現在甚至很爛 1.空間現在不強 2.他的防守大絕被嚴重內斧 甚至一場之內都不會有他的防守大絕 所以這角色超級爛 那又流於小田龍陣的登場之後 小田龍陣打平頭櫻木 小田龍陣開兩個大 平頭櫻木搞不好都還沒有大 所以這角色就是廢道不像話 那小田龍陣會不會有擺在T10的位置 由於他是一隻唯一工具人 能跟長髮櫻木抗衡藍版的角色 所以他的數目會不會有擺得很高 加上他現在有能量套的關係 他很容易幫隊友保底4分 那在這個版本中得分手是很不舒服的 那能幫忙得分的角色就是好角色 那長有100%面籃 滑翔也不然 這個有兩個大絕 所以這角色這三隻會不會擺在T10的位置 就是因為這樣 荒木費 長谷川的戰略價值稍微的提高 但是順帶一提他的能量套被nerf了 那由於這一版集訓成真劍師有被改強 改到甚至我覺得T10的位置 他沒辦法再全冒了 這一版的集團沒辦法做一個全冒的防守 他很多東西會被拐到面向 稍微的面向不對 系統就不會給你蓋 所以這角色你過點掌握在這個版本中都不能全蓋 如果大家看超聯總決賽就會發現 這角色為什麼我們HAT那麼喜歡用 就是因為這角色我們發現他沒辦法全蓋 而且被動超級率超級高 即便他明顯他被nerf超級了 他還是沒有感覺 他還是很噁心 所以這角色目前是T10的存在 而且他可以拿來有效的克制集訓阿神 集訓阿神會被破滑人打空間只能頂頭 但他又很好踩住集訓阿神 就是完康集訓阿神的存在 那集訓阿神呢 由於被集訓彭真屌康 而且又可以後選pick的情況下 他的速度差率不高 而且台服已經被暗改了後側敗佛的速度 所以他是相當好跟的 基本上現在主流的控制角都可以跟到他 所以集訓阿神的順位會稍微的降低 然後老藤真見識的話 如果你有九角會在T1 沒九角在T2 但一樣你沒有開攻之前 這角色都超難打 會被撞停的很不舒服 除非你在打菜 但是如果你一開攻 他就會在T1的位置 所以我還是把他擺在T1 因為現在版本要開攻其實也蠻簡單的 武藤真基本上這版出不了太好蓋了 老阿牧已經是廢物了 福田吉兆 我這麼講好了 當你的福田吉兆遇到的是吉翅 吉花 這兩隻角色的時候你就會很強 但是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吉魚 老魚 老翅 你就會被轟成智障 因為他太好蓋你了 所以這角色完全決定在 你的 你對到的主場是誰 你對到吉魚 老魚 老翅 你就會再T3 你就會再T3 但如果你遇到的是 上數那幾隻比較難蓋他的 你就會再T2 但由於這個亂數 BP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還是把他擺在T2 就是一隻完完全全的炸魚角 那這角色之後會出覺醒福田 集訓福田 就看他集訓之後會不會再更強一點 大家可能就會選集訓 不會選這隻了 南鄉公衛狼 順會被我提的很高 是因為他可以把副版 直接當主塔來用 跟一個主塔做搖擺位 變成一個雙數版的概念 而在HRT的比賽中 大家也會發現到 我們很喜歡打這個陣容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這角色的補扣能力很強 那這個版本我講過得分荒的問題 所以能補扣的角色就是好角色 所以順會不會擺得很高 這版雙數版其實不會到太弱 因為這個版本的版點都偏的偏高 然後又可以秒版的情況下變成 秒版的角色比較強 就是版點高的角色強 反而是主塔隊會稍微佔弱勢一點 除非是好的版點位置 五代合基本上沒什麼屁用 集訓木神一一樣 如果你打三排很強 會在T0 但如果單排的話 現在只會在H2的位置 因為他很容易被拆 然後又很容易能量循環有問題 所以這角色會不會稍微下方一點 即使當我仍然覺得他是T1的進攻手 因為他還是沒辦法全貌 他還是沒辦法去做全防守 所以他還是不要擺在很高順位的位置 他還是很強 就是看個人操作問題而已 基於不用講T0 有就是選 沒有就是擺單 這角色目前為止打誰都是擺搭 打吉騰 打吉神 打老騰 打老猴 全部都可以搭 所以他是目前版本中最通用最通用的一個中鋒位置 很適合大家 即便他這版本被nerf了 之前的版本是 魚住只要開豆漿爆發 就會有五能量的bug版本 那個版本已經沒了 所以現在的魚住層大絕不會這麼多 但是他還是太百搭了 過強 真的是過強 代名只能拿來打老騰 所以順位會被偶稍微往下放 永野滿也是來打一些特殊康特陣容 所以順位不會到太高 而且籃板太弱了 集訓 攻城良田 如果這個T0上面還有一個T00的話 他一定在那邊 這角色如果你這個版本不ban他 你就等著買單 原因是因為他完全沒辦法全防 他的二點上籃貌爭依然沒被改 就是他的蜜月期過後 他的二點上籃貌點還是來得太快了 就是他有點像是1.5不太像2 他只能用拆了 但是如果你拆了那1.5 他又會向後跳跳四段 會導致你完全跟不上 所以目前集訓工程 誰放誰買單 就是無敵的存在 完全守不住 即便也是超連拳手 你能蓋到差不多七成 你還是得輸遊戲 這角色目前版本最OP 最獨留 有錢一定克 無敵 那其他角色的牌碼 就是他現在上述這個樣子 那就謝謝大家記得觀看 有空再出下一期 我們福田奇效出後的一個排行榜順序 謝謝大家見過看 謝謝大家 請耳光 請看